HIGH 各位歡迎來收聽懷源的週間廢話時間 今天是什麼時候 今天是3月10號的晚上 那現在每次幹我想要來錄個影 錄影錄什麼呢 我想來錄一下說 另外一個跟NAS有關的主題 這算是我的新手玩NAS系列的第三部影片 之前還有一些影片啦 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Anyway 那今天的錄音 今天是在不同的地方錄 所以它的有攝影機 但是我的麥克風是改用我的RAW的WiOS GO 2 那昨天是用我的Pod Mic 就是動圈式麥克風在錄 所以聲音的部分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差異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見諒 那早時間我會再把這邊的麥克風想辦法的接上去 那這就是第三個 希望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好 今天想跟各位聊一下NAS的安全對策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買了NAS 那我要做什麼設定 假設你今天的NAS已經開始實用了 那我要做什麼設定 可以讓我的NAS變得比較安全 那這邊我主要是針對一些 常見的NAS遇到的問題的一些concept 給大家做參考 那你也可以回去套用到你自己的NAS上面 我今天講的部分不是針對某一個品牌 當然我會拿我自己用NAS的設定來跟大家做介紹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別家的牌子NAS 其實應該是不影響 你也可以作為參考 好 先把我的臉切掉 那今天主要是針對這部分 就是基本觀念的一個介紹 帳號權限 安全性選項 存取 控制 備份與快照 跟軟體更新的部分 最後好像還有一個 summary 我忘記有沒有做 基本觀念的部分我們先來看一看 其實沒幾個 NAS就是保存資料 所以NAS終究會有一些問題 那其實今天想要聊的部分主要是針對這一些 就是天災與人禍的部分 那什麼是天災什麼是人禍呢 那什麼天災 先看右邊的天災 天災很簡單 就是位置 剛好怎麼多一個字 位置之與不可預料的問題來源 像這個位置之就是一個不可預料的問題來源 好 什麼呢 停電跳電 用到一半停電跳電 水災、貨災、雷擊、阿公、核彈打過來 之類的 還有三人Data Error 什麼叫三人Data Error 這就比較尷尬 就是大家 大部分的NAS的資料或電腦的資料 它是沒有糾錯的 所以可能資料寫進去的時候 會有不可預期的問題 那這個沒救 其實我不應該列在這邊 因為今天講的應該對 Silent Data Error 的部分沒有多少的幫助 然後再來就是硬碟固障跟軟體問題 什麼意思是硬碟固障 就是你今天硬碟忽然壞軌了 你的軟體忽然有問題 造成的一些資料的損失 這些東西是你無法預知 那你也不可預期的 那所以這情況下 只能靠一些防護的機制來做到說 避免你有資料損失的問題 等一下後面會提到 請把這幾個項目記下來 那人禍的部分就比較簡單 就是我自己也幹過 像是我之前我在搬NAS東西的時候 忽然不小心把一個資料夾刪掉了 我自己沒有發現 那最後我的資料就不見了 那你可能在做一些檔案編輯的時候 我不小心把檔案刪掉了 這些情況其實還蠻慘遇到的 那你能不能從備份 或是從之前的備份裡面救出來 那惡意刪除的部分 就是 如果你今天你的NAS是公司的行號在用 那你今天跟同事之間有些不愉快 或是今天同事有一些心情不好 推薦你去看一個網路文章嗎 還是書呢 叫從商庫到跑路 商是刪除的商 庫是資料庫的庫 然後跑路就是 幹我要跑路了 還有什麼 什麼 商庫到跑路這個是還蠻有趣的一篇文章 也是工程師不曉得 幹他下錯指令把整個公司的資料庫幹掉了 這時候第一件事情就是 評估一下救不救的回來 救不回來好 下一步 我丟此塵我趕快跑 或是我人就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就是從商庫到跑路 那當然最近很流行的駭客的入侵 然後勒索病毒 這兩個基本上是可以連在一起 那只是駭客的入侵跟勒索病毒 這個有嚴重跟不嚴重的差別 什麼意思呢 就是駭客入侵他有可能 他只是入侵你的電腦 他沒有幫你的 他不知道他沒有辦法去操作 你納實產品的設定 那勒索病毒的部分 他可能只加密的資料 但是最近有一些比較厲害的勒索病毒 他甚至可能會幫你的 會主動幫你把一些備份啊 什麼東西一起幹掉 之前想說靠備份可以防勒索病毒的 搞不好也會有一定的機率被帶過 好 或是用好 希望不會太令人覺得煩 控制受災的部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我看過很多人的NAS的用法 就是我一個帳號 我確實有很多個帳號 就是我有給三四個朋友用 那每個人都有帳號 可是我所有的人 可以存取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假設我這邊有四個人 David, Kevin, Abby, Johnny 那 左邊是理想狀態 右邊是 不好的情況 就這樣很明顯 左邊 David 有 小方塊是資料夾 David 有自己的資料夾 Kevin 有 Kevin 的資料夾 Abby 有 Abby 的資料夾 Johnny 有 Johnny 的資料夾 那他們可能中間有一個 共用 Share 的資料夾 希望我講英文不會造成大家困擾 我寫英文不會造成大家困擾 那可是在 右邊 就是我建了一個很大的資料夾 讓他們把資料統統都放在裡面 這兩個差別在於 右邊感覺很方便 我不用擔心什麼 我東西丟了你就看得到 我不用特地把資料搬來搬去的 但是如果今天這四個人其中有一個人 電腦壞掉了 電腦被駭客入侵了 電腦中毒了 他就有可能把他自己的資料 自己可以存取到的資料給加密 這是很常見的勒索病毒的做法 就是他先進到一個人的電腦 然後再透過這台電腦所有可以存取到的 不管是本地的硬碟網路的硬碟 把它通通鎖起來 那自己的電腦就算了 那如果他今天的網路硬碟 有讀寫的權限 那你就會體會到什麼叫做 嗯 早知道的這件事情 那另外還有一個還蠻有趣的 資訊我覺得要可以跟大家講 把它看得到了 好不管 就是復原時間目標跟復原點目標 這兩件事情 這個是很多人可能不會想到 跟可能不會搞到 但是如果你今天做一個資料的保全 你做備份 這兩個就很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備份 也會有快照 因為備份跟快照在這兩個裡面是不一樣的 RTO 復原時間目標就是 我備份的那個時間點 我發生問題的那個時間 我發現我發生問題之後 到我把資料復原回來 總共要花多少的時間 如果今天是用備份 然後從備份複製回來 那你備份的答案如果很大 備份還原的時候 會需要把所有的答案再倒回來一次 那個時間很久 那這段時間你的電腦 你的NAS是 你的電腦是無法存取NAS 因為NAS正在做一個資料恢復的動作 因為NAS正在做一個資料恢復的動作 你的RTO就會很長 那所以我們後面有開發就所謂的快照 快照意思就是我把你現有的資料做一個縮影 簡直是剪影 讓這個剪影在背後 那我只要把它 要還原的時候我只要把它拉起來 蓋掉現有的資料 把之後變化的東西刪掉 讓剪影回到之前做快照的時間點 那那個速度很快 它可以有效降低你整個duntime的問題 那RTO是這樣 是你要花多少時間恢復你的資料 那RPO就是從你上一次備份的時間 到你遇到問題的時間 因為你遇到問題之後你的東西不見了 可是你上次發生問題的時候 可是在發生問題之前的一個備份 你中間會有一個間隔 那這個間隔的東西 如果你先是用備份還原的話 還原到發生問題之前的時間點 這中間的時間間距有多長 備份可能會是兩天三天 所以這兩三天的東西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你就不回來 那所以備份做得越頻繁 你的RPO就越短 你就不用損失的東西就越少 剛剛那三個就是基本的觀念 那後面就會陸續跟大家提到 首先我們來聊一下帳號跟權限 第一件事就是 系統管理者帳號不要用 那個耳的命 帳號不要用 這個是我NAS的一個登錄的紀錄 你會看到這一排全部都是登錄錯誤 登錄失敗 為什麼 因為這都不是我在登錄 這都是網路上一些很無聊的人 在try你的帳號跟密碼 因為我有開一個郵件伺服器在網路上 就會有人無聊在那邊試 你會看到他用的名字就很有趣 ADM ADM就是Admin的前面三個字 ABC123 Admin12345 Users Tomcat Tomcat可能也是一個很常有人取的一個帳號名稱 Vanessa Vscan Administration Direction Web Admin Web的管理者 Web Admin User1 第一個使用者 Gabriel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番點 Julio Reception 這些常用字 都是很多人會去try的 那如果你今天取了一個 如果你今天你用 那通常NAS的第一個帳號 沒有意外就是Admin 因為大家都是用Linis Linis的帳號是root 但是我目前我看過NAS的第一個帳號 很多人都是用Admin 那現在新一點的系統的Admin 基本上都是挺用的 所以你可以啊 但是這些名字都要盡量避免 你可以取一個人名 像我的名字是凱恩 我可能叫凱恩成 凱恩王 凱恩祥之類的 凱恩 B 這樣 那你名字取得越 不common 越慘 或是越 不常見 你就越不容易被人家去猜到所有的帳號 因為 登入你的系統要兩個東西 至少 你的使用者帳號跟你的密碼 如果他 猜到你的密碼 他不知道你的帳號 他登不進去 他知道你的帳號 他不知道你的密碼 你登不進去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你的帳號 要盡量避開一些殘用的 那第二個就是要用較安全的密碼 較安全的密碼 其實大部分的系統都會有一些選項 強制你用這些 那這些選項就包含 第一個 我如果叫爾的命 我如果叫凱恩 我的密碼裡面就不能包含凱恩 那我在描述裡面寫我的 中文名字叫陳永慶 那我的密碼裡面就不能使用陳永慶 那大小寫混合 為什麼呢 小寫二十六個字母 大寫二十六個字母 如果你的密碼裡面只有小寫 他就只要拆這二十六個字母就好了 可如果你的密碼裡面有包含大寫跟小寫 那就是五十二個字 就是每一個字八個密碼 八個長度的密碼 就是五十六的八字母 這個數字就會龐大很多 那第三個包含數字 數字又是十個字 所以變成五十二再加十 總共有六十二個組合 每一個字有六十二種選擇 那你的長度越長 你的密碼組合越大 他就越難猜出來 那如果人又加了符號進去 特殊字緣 那又更難猜了 但是必須是ASCII的特殊資源 就是這些有列出來的 那排除掉殘用的 那基本上有概念的人不會用 像說12345啦 Password啦 QW ERTY啦 這些殘用字 被排除掉 然後你要設定固定的至少長度 就跟你去用提款機 晶片提款卡的密碼會要求至少 至少六位 那密碼越長 他越拆不出來 還有你的密碼設定的時候 不能跟之前設定過的密碼一樣 就是我三次密碼是1234 然後我再改一次密碼 我就不能再用1234 他會要求你一直去更換 這些都是一些規則啦 這些算是比較很常見的規則 他會說那搞得這麼複雜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件事 其實這邊沒有提到還有一件事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不同的網站 不同的地方 要用不同的密碼 這件事情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假設我今天去PC Home 我用了第一組密碼 那我去露天 我還是用這組密碼 我去蝦皮 我還是用這組密碼 我去用我的Gmail 也是用這組密碼 我去用我的什麼什麼 也是用這組密碼 好 今天這些網站 如果其中有一個網站被入侵 然後你的密碼外洩了 那是不是代表所有的網站 他都可以去try 因為他拿到了 你在蝦皮的帳號跟密碼 他可能就去批凶事事 發現也可以登進去耶 賺到了 所以理想專態說 密碼最好是每個網站都用不一樣 那時候想說我記不得啊 那有些選項 那有些選項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把一些 網站的名稱加進你的密碼裡面 這是一個很白癡的做法 但是有效 第二個就是你可以用一些密碼管理工具 像是One Password 如果你要付錢的話 像One Password 像是Chrome 它有一個 像Google自己有一個密碼管理工具 像Drawpass也有 現在各家都有做一個密碼管理功能 你可以用他們去管理你的密碼 那他們也會自動幫你去亂述算出一個 你也不熟他也不熟 沒有人知道的密碼 這也是一個選項 看個人的選擇囉 那剛剛有提到 避免公用資料夾 我剛剛已經講過一次 我還要重申一下 就是 如果你的NAS是很多人在用 如果你的NAS是給不同的服務在用 也許可以每一個服務 如果他要存取的東西不一樣 你可以幫他建一個獨立的帳號 像是 今天我自己在用 我家裡電腦在用 然後我主要是存取這些資料夾 我可以設定一個帳號 那 我今天我要做備份 我備份的軟體 他只會需要存取備份軟體那個資料夾 我可以再幫他設第二個帳號 然後只給他存取那個資料夾的權限 所以今天如果他 這個軟體出問題了 或是這台電腦出問題了 他被勒索軟體 攻擊了 他要開始去加密的時候 他就只會touch到那些 他有權限的資料夾 那些他沒有權限的資料夾 他就不會去被攻擊 因為我們之前有看過很多使用者說 他的NAS被加密 他以為是NAS中毒 結果我們後來去看 就發現說 你的NAS上不是每個資料夾都中毒 不是都被鎖起來 你去看你會鎖的那個資料夾 我們再去比對他的資料夾的權限 發現 這幾個使用者 有權限存取這個資料夾的 有被加密 他沒有權限存取那個資料夾 看起來就是安全 就是正常的 那是不是這個使用者中毒 然後我們再去看他的一些存取紀錄 你會發現 確實 那段時間 在加密的過程那段時間 這個人有在存取這個資料夾 你要不要去他的電腦檢查看看 也許他的電腦中毒了 他電腦檢查搞不好已經打不開了 所以你可以幫David那個資料夾設定說 只有David自己可以寫入 那你可以說讓其他人 其他人可以去看 你可以幫他設一個圍讀的權限 就是我其他人 我不能寫東西在裡面 我不能去修改裡面的內容 就是David的資料夾只有David可以修改 但是其他人可以進去看他裡面的東西 所以David做了什麼變化 其他人看得到 那是只有David可以修 然後你可以準備一個共用的資料夾 那就是大家都可以編輯的 當你有什麼資料 是David要分享給Kevin 要兩邊要合作的時候 你就要把資料 丟到那個共用的資料夾裡面去 這樣就可以有效的變化 那今天David中毒 今天David 他的電腦中勒索病毒了 那受害的範圍是哪裡 David加他的共用資料夾 David加那個共用資料夾 Kevin Johnny Abbey 他自己的資料夾就是安全的 死就死你一個啦 不要死全部的人啊 不要那麼麻煩好不好 我知道你自己要中毒 你會把自己搞得很累 但是不要把別人也一起拖下水嘛 好 那剛剛有提到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資料夾 那就會有想要啟用一個功能 叫加目錄功能 Home Folder 那右邊就是我的自己的NAS打開來 我會看到說欸 那因為我是管理者 我會看到兩個資料夾 一個叫Home 一個叫Home 大家都知道S是負數 那就是說 Home的資料夾底下 就是很多個Home資料夾 什麼意思呢 首先 Home資料夾只有管理者看得到 當你啟用了加目錄功能之後 它會自動伸出這兩個資料夾出來 我知道的話華碩 QNAP跟華雲 不是 華雲 QNAP跟群暉 都會這樣 因為這是Linis本身的一個設計 就是 它會有一個Home資料夾 其實你看你的Mac跟看你的 Windows也是 你進Windows的C槽底下 會有一個User資料夾 那裡面就是各個帳號 當你用這個帳號登錄的時候 你的桌面 你的下載資料夾 你的圖片資料夾 都在這個Home的資料夾底下 Home資資料夾 你的帳號資料夾 Home裡面 你的帳號資料夾底下 它其實 所謂的Home其實是一個捷徑 就是當你登錄了之後 它會自動把你link過去 所以每個人登錄 他都會看到一個加目錄 可是這個加目錄都是各自獨立的 對應這個使用者 所以Kevin登進去 他看到他的加目錄 跟Johnny登進去 他也會看到一個加目錄 但是兩邊是互相 兩邊是獨立的 讓我Kevin的Home 跟Johnny的Home 只有各自的帳號看得到 這是一個很private 那就會有人說 那我可以把Home裡面的東西 Kevin的Home 分享給Johnny嗎 不建議 不要這樣做 你的權限會亂掉 那如果你真的要這樣做 你就是建一個Johnny的資料夾 專門給Johnny用 然後設定權限給他 Home資料夾還是保留到 各個使用者自己用就好 所以你看到Home底下 會有很多帳號 那這個帳號登進去之後 它那個帳號的資料夾 就會自動掛到那個 Home的資料夾底下 有點複雜 但是這是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行為 那通常只有管理者 預設是看得到Home資 所以你說家目錄很隱私嗎 沒有管理者都看得到 其實對大部分的NAS而言 管理者就什麼東西都看得到 所以不要在NAS上面放什麼太隱私的東西 其實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再來就是權限的設定 我們剛剛講說 不同的人設不同的權限 那一台NAS裡面它 你可以設有很多使用者 那這個使用者可以歸類為不同的群組 這時候會有兩個群組是預設的 蠻重要的 一個就是叫Administrator 這就是所謂的管理者 那大部分的NAS 你如果在這個帳號在管理者群組 你會有什麼事 第一件是你看得到所謂的控制台 你可以做權限的設定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資料 所以管理者請不要每個人都管理 我想說很方便 我家管理者就什麼東西都打開來了 但是相對的你就不安全 所以管理者基本上就是一兩個人就好了 我想說 這樣不是每個人都要進去做設定 都要找這兩個人幫忙 對 但是這樣是比較安全的 因為如果你每個人都是管理者的話 今天誰做什麼操作 你沒有辦法抓出來 因為你有權限他有權限 那這件事情誰做的 抓不到 再來就是users users也是個蠻有趣的群組 就是對系統而言 所有的使用者的帳號 都會在這個users裡面 那所以你對他做任何的設定 就是所有的使用者都會被套用到 所以你允許這個users 存取某一個資料夾 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存取這個資料夾 所以除非你真的很確認 你的設定是要對整台NAS套用的話 所有的裡面的所有使用者套用的話 你再去設定這個users 要不然我會建議你 有一個新增的功能 Create 你建一個新群組 然後把指定的使用者加進去 然後對這個群組做設定 不要用預設的 我個人是不太喜歡在預設的群組裡面做設定 因為我會覺得我要做設定就是我自己新增一個設定進去 我不想要對現有的東西去做修改 這樣很容易搞混 好 那剛才要有些核心的思想 就是第一個就是沒有必要的不要開 我覺得這是NAS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會覺得說是不是很麻煩 什麼東西都要特別去設定 對 你管得越嚴就越不容易出問題 NAS跟小孩子不一樣 小孩子管太嚴會有反抗 NAS不會 NAS你管得越嚴你就越安全 個別的用途個別設定 你要他存去 你就設一條規則給他去存去 你不要說大家都可以看 Johnny要看開給Johnny就好了 David要看開給David 你不要想說Johnny跟David要看 我連A、B、Kevin通通開 到時候大家一起死 不要這樣 你用得到你給他 他用不到你就不要給他 那如果你今天有些特殊的用途 像是今天我要做備份 我要備份到另外一台NAS 但是這個帳號只會存取到特定的資料夾 那你就是開特定的資料夾給他 然後開一個新的帳號 只給他特定的存取 你不要說那我用我自己的帳號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中毒了 你的帳號受污染了 那備份那邊因為是獨立的帳號 他就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那如果你備份那邊受污染了 因為你的帳號是獨立的 你也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這瓶牛奶過期了 就是你死我也死 稍微隔開來一點 最近COVID-19 你會知道說 居家隔離不要混在一起 再來就是不要嫌麻煩 如果你今天嫌麻煩就不要用NAS 你就用外接銀碟就好了 NAS 但是你用它你到底是想 你想要你的資料安全還是你要方便 如果你要方便的話 這一段你可以都跳過 但是如果你今天需要你的資料 在NAS上是安全的 那這些該做的設定都要做 然後最好是嚴格去遵循它 那下面就有一個選擇就是 密碼可以好記但是要夠慘 什麼意思 我看過有個人說法就是 他去背了一首詩 然後他就拿這首詩當密碼 因為字很多 所以他每次打密碼的時候 就打一首心詩在電腦上面 但密碼只要夠慘 它就很難被猜出來 密碼揣就是先會揣 他們有所謂的字典檔 他基本上就是從短的字開始往常的字去揣 所以密碼越短 就算做得很複雜 你E A B C 什麼什麼的 混在一起還有一大堆符號 但是你如果只有八個字 那它其實還是很容易就被猜出來 因為它就是從短慢慢開始往常的開始揣 所以密碼越短 其實被撕出來的機率就越高 好 這邊是帳號跟權限的部分 希望有點啟發 那其實都是大家應該要知道的事情 其實不只有NAS 其實很多電腦上的使用 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再來就是針對NAS的部分 有一些安全性的選項 是 我印象中每台NAS都有 但是你有沒有開 第一個就是自動登出的功能 這個我都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NAS有一個自動登出的功能 就是我今天如果閒置了一段時間 它會自動把你踢出來 我會覺得我很煩 我每次一段時間沒用 我要重新打一次帳號密碼登入 那通常這些功能都會有 要不要相信這台電腦 如果是自己的電腦的話 你就相信它 基本上就不太會再把你踢出去 但是這個功能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在外面 一定是要連回自己的NAS 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說 我忘記登出 那下一個人登進去 他下一個人用電腦 就會看到你在登入 他就可以用你的帳號 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這個基本 應該預設我記得都是十幾分鐘 你不要去把它加殘就好了 你覺得說 就跟他講不要嫌麻煩 重新登入其實是比較安全的 兩步驟驗 雙重驗證 雙重驗證 2FA 2Fact authentication 現在很多家都有做 像是我的手機 我有用Gmail 我有用 像是我去Amazon 什麼他們現在都會說 欸 打了帳號密碼 他會傳一個簡訊給你 你還要把簡訊收到的 內容 打進去 PC號碼也是 路貼號碼也是 其實很多家 像銀行也是 他們都會傳簡訊 然後把這個檢驗碼 要你再打一次 NAS也有 但是他不會傳簡訊 因為傳簡訊要錢 所以他們會有要求你可能 裝一個APP在手機上 當你打完帳號密碼的時候 他會通知你的手機APP 跟你說欸 你要不要允許他登入 那好一點會跟你說 你是什麼時間點 哪個電腦的什麼瀏覽器 上面做這件事情 這個我會建議一定要開 因為雖然會很忙 就是你打完密碼之後 你還要把手機拿起來 去看一下說 欸 有沒有跳出登錄提示這件事情 但是 它相對安全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 拿到你手機 它不一定有你的帳號密碼 它有你的帳號密碼 它不一定能夠拿到你手機 要同時符合 有帳號密碼 有手機 這三個條件 它才可以登進去 我覺得這是 比只有帳號密碼困難很多的一件事 越困難的事情 就代表它越安全 再來就是自動封鎖 自動封鎖這個選項 我印象中預設是沒有開 但是我建議是還是要開 建議是一定要開 然後開的時候 然後記得下面有一個 啟動封鎖過期 這個也記得也要開 基本上我個人習慣是設一天 那什麼事 我剛才有列一個表 就是很多人去試著 登錄我的NAS 或是登錄我的服務 那通常這個自動封鎖 就是說 它 嘗試登錄五分鐘之內 它試了十次 如果這十次都打錯密碼 它就把那個IP 加到一個黑名單裡面去 那封鎖過去就是 這個黑名單 它會在這個黑名單裡面待一天 隔天 它才會把它解開來 這樣就會避免說 它可以一直try你的密碼 如果你今天沒有開這個自動封鎖 就代表你允許它去 一直用錯的密碼去 試你的帳號 那 試了越多 被拆出來的幾率就越高 所以會建議開自動封鎖的原因就是 它試了幾次它被擋掉了 它就沒有辦法再繼續試下去了 那為什麼要 那我擋掉我就擋掉了 我為什麼還要 給它一個 可以過期呢 我要再把它翻出來 因為IP這個東西不是固定的 IP這種東西會輪來輪去 我就有遇過說 我登不進去 結果發現我拿到這個 我這台電腦正在用的IP 在黑名單裡面 想說 我發現原來是以前 有人用這個密碼 用這個IP 試過密碼錯 不是 但是不是我 因為IP會換來換去 浮動IP 中華電信浮動IP 所以這個IP是大家輪著用的 所以 不知道多久以前 有人用這個IP 試著登入我的NAS失敗了 這機率不高 但是有 所以 讓它過期 可以避免說 未來的有一天 你忽然想要登 登不進去 因為你的IP在黑名單裡面 因為它會自動把那個黑名單清空 好 那下一個就是憑證了 憑證也是一個 蠻重要的選項 那 現在的NAS 多半都有資源去申請免費的憑證 免費的合法憑證 那憑證最大好處就是 你登入NAS的時候 你的丸子 跟這台NAS是板定的 如果你用這個丸子登到對的NAS 你前面會有一個鎖頭 那這鎖頭就是代表說 你登的這台主機 有去註冊這個網路的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它有可能 就是今天你在登入的這個網路連線中 中間可能會被人家惡意的入侵 這叫中間人攻擊 Man in the middle 就是中間有人 本來我以為我是在跟NAS直接在溝通 結果沒想到中間有隔著一個人 所以這個人把我所有的資料都投停走了 那如果你今天可以確保說 我鐮刀的就是NAS本人的話 那你就不用擔心說 你直接跟NAS的溝通的訊息被人家偷聽 資料有外洩的可能性 所以可以看一下你的NAS的設定 有沒有這個憑證的選項 大部分的NAS現在都可以去申請一個合法的憑證 因為現在合法憑證有不要錢的組織在提供 那這個憑證至少可以讓你確認說 我鐮刀的機器是正確的 那就是剛剛講的就是一些很簡單 很入門的很粗淺的一些NAS的基本安全設定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沒有做 因為沒有人跟他講要做 他通常都是遇到問題的 你才知道說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先來聊 讓你看到你可以確認一下說 你的NAS到底有沒有做這些事情 好 好 那我們剛剛講完了帳號的設定 跟NAS一些安全性的設定 我們來聊聊存取控制 你家的房子有門 那你門有鎖嗎 存取控制的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NAS連線都是透過IP 像我連這個凱恩 KAC19Play點神下去點密號 那他後面會換算成一個IP位置 那你會看到後面有個冒號5001 這就是所謂的Po 就是說我怎麼知道我這個IP 我連到的是什麼服務 那對於系統而言它是用不同的Po 就是不同的港口 來判斷就是說 今天你從這個443的港口進去 你開的是一個網頁的服務 你今天從5001這個港口進去 你連到是一個DSN的管理畫面 當你後面的數字不一樣的時候 代表你去要去連對應不同的服務 那你會說我怎麼知道這個服務是什麼呢 這個服務的數字其實是有點約定俗成 就是有一些公開的服務的數字是固定的 像是你今天去開任何一個網站 你去網頁瀏覽器打 www.pchome.com.tw www.apple.com 你後面不用帶破號 為什麼呢 因為網頁的破號就是80443 如果你在網頁瀏覽器打網子 它會自動幫你把這個訊息帶進去 但是你不一定看得到 但是實際上它是有的 今天你寄郵件 你會打伺服器的位置 那它會跟你講說你要用什麼pull去連 通常對方sever也會給你這些諮詢 如果你自己有做過一些網路軟體的設定 那你就會知道說這pull很重要 那這pull的數字其實蠻大的 它是從1從0我不知道 我沒有試過那麼小的 基本上最多是6535 有6萬多組 所以pull號這個東西其實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透過防火牆 你可以透過路由器去把它隔開來 那時要安全最簡單就是 今天 假設你買一棟透天處好了 你一定會有牆嘛 你的房子1樓一定有牆嘛 為什麼你要有牆 因為你會希望說大家進你家的時候 不會從任何一個方向進來 它一定從大門 它可能會從窗戶進來 但是你不會覺得說它可能會從牆進來 為什麼因為牆是被堵起來的 防火牆一樣的道理 就是如果今天你的網路 今天的主機有防火牆 你就可以知道說它進來的路線是什麼 所以防火牆的概念基本上是這樣就是 我只開我開的 我只開我想要人家進來的 其他的包含我知道的我不知道 我通通都把它擋掉 那通常如果你NAS前面有一個路由器的話 你可以設所謂的通訊部轉送 Pull forwarding 那你就可以允許從外面的資料 從特定的Pull連到你的NAS 那通常防火牆區瓦內沒有在設 因為我們相信區瓦內的機器大部分都是安全的 但是其實很多NAS它本身也可以有做防火牆的設定 這就看你要不要設了 各家都會有一些介紹 你可以去參考 那很多服務它其實 你知道它的Pull是多少 你可以去try 就是為什麼會剛剛很多人去試我的郵件伺服器 因為郵件伺服器是可以外面溝通用的 所以那個Pull是不能亂改的 那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的NAS都只有你用 像這個DSN的管理畫面 它預設是5001 其實這個數字可以在NAS裡面去做修改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預設的這個值 你可以把它改成一個你自己決定的 六千零一 八千零一 九千零一 一萬九千零一 那其他人想要連到你的NAS的機率就更低了 為什麼 因為我把它Pull換掉了 那它去試你的五千零一的時候 那個地方其實本來應該是門的地方 它變成一個牆 它就進不來了 它就以為這裡面沒有東西 那殊不知其實你只是把門開到另外一個方向 那還有一個方法比較安全就是VPN VPN我覺得我們可以另外開一個專題來聊 就是為什麼我要用VPN 什麼是VPN 跟到底要如何 到底VPN安不安全 VPN的方法就是 我們剛剛都說嘛 區網內是比較安全的 可是我人如果在外面 我就不可能去連回我的區域網路 沒關係我找一台機器 通常是你的路由器 路由器很多都有 現在新的路由器很多都有提供VPN Server的功能 你就用電腦連到VPN到那台路由器 你就會覺得說我忽然就像回到家裡一樣 可以去存取你家裡的東西了 當然你的NAS本身也可以當VPN Server 這都有 但是我會比較傾向用路由器當VPN Server 為什麼呢 不為什麼 比較方便 剛剛就是一些存取管控的東西 其實剛剛要講的東西其實很簡單 就是 如果你 不要給別人看到的 不要給別人存取的 你就把它統統都擋下來 只開你想要開的 其他就把它擋掉 是比較安全的 不要隨便亂開 開之前你要知道 就跟你不會希望說我家裡四面通風 因為四面通風的下場就是 你不會知道小偷從哪一個方向進來 可是如果你今天家裡一樓只有一扇門 你是不是就可以很明確確定 我只要在這個門上有加一把鎖 小偷就進不來了 因為通常不會有小偷去敲你牆 好 那剛剛提到的都是一些設定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講到一個主題就是 備份跟快照 剛剛又回到我們一開始提到的一個 基本觀念就是 RTO跟RPO RPO就是備份的時間點 它會在你的發生意外的之前 發生意外之後備份沒有意義 那但是 我們會希望說 我備份的時間點跟我發生意外的時間 越接近越好 但是又不能太接近 又不能在發生意外之後 所以頻率很重要 RTO就是我要花多久的時間 當我發現發生意外之後 我要花多久的時間復原 因為拖得越久 你就 這樣講好了 像我們公司 有時候會遇到什麼 郵件伺服器下線 很多服務下線 公司的主機壞掉了 讓MIS一修修半天 那這半天大家就只能坐在那邊 喝茶聊天打屁 為什麼呢? 因為伺服器壞掉了 你就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因為東西都在伺服器上面 現在數位年代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現在NAS 放的是一些工作的東西 那NAS又壞掉了 那喝茶囉 你就只能等他修好了 所以這個時間你要考慮 就是你可以承受你的RTO多久 家庭用戶 裡面放的就是家人的照片 只要照片本身是安全的 我一個禮拜沒看到它 其實我覺得也還好 我的NAS是公司用的 我放的是工作的資料 停一個上午 這個上午大家都在那邊 閒在那邊 我有六個員工 一個員工一天一千多塊 一個上午就是五百塊 六個員工五六三千 我就損失了三千塊錢 再來是比較簡單的一個算法 好 那 RAID算是 備份的一種嗎? RAID不算 因為RAID是即使把資料做同步 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發生的問題 是一個軟體的問題 像使用者刪了檔案 在RAID上那個檔案就被刪掉了 所以RAID不算備份 RAID沒有辦法做資料的還原 RAID只能當你發生 硬體的故障的時候 硬碟的故障的時候 它可以 就是多一條命的概念 那快照呢 快照它有它的優點有它的缺點 快照煩的是什麼? 快照比較適合煩一些 你會需要馬上恢復的一些東西 像是使用者的 必然已經刪掉一個檔案 然後我想說我要趕快復原回來 我今天NAS被勒索病毒加密了 我可以快速的復原回來 但是快照不煩什麼呢? 因為快照主要是針對資料夾 主要是針對你的儲存空間去做快照 所以如果今天有使用者進去做設定的時候 把整個東西幹掉 那就是你的快照一起幹掉 或是你的軟體發生問題 快照叫不回來 或是你整台NAS被 隱石砸到 那你的快照就跟著一起走 那還有一些比較特別 像是會砍快照的勒索病毒 這個特別談 通常你踩到 基本上就是你真的很倒楣 或是一些惡意的關於者 所以快照其實 有它的方便性 因為快照的好處就是快 但是快照的缺點就是 它還是跟原來的資料放在一起 所以如果今天是原來的這份資料出問題 那快照就沒有辦法去防護到 所以其實 如果你今天是公司行號 我覺得你可以用快照 為什麼呢 因為 恢復需要的時間 就是造成系統停機的時間 會造成你的工作無法繼續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般的家庭用戶 像我 我平常在上班 我NAS沒在用 所以你要還原 你慢慢跑就好 你就要用備份 那備份有幾個有點是 有幾個重點就是 第一個就是 備份不要備份在自己的 同一台機器上面 最差最差你就差一個 外界硬碟在上面 那 好一點的有預算就是 兩台NAS 一台高規格的 當主要的 一台舊的 二手的 過寶的 當備用的 備份的 備份的 恢復時間比較長 備份的那個 保險 備份的間隔比較長 所以你 備份跟 遇到問題的時間 就是中間這一段 打X是有備份的時候 發生問題是最右邊那個時間點 中間會有一段空穿期 這段空穿期的資料會受到損害 快照的好處就是你可以做很頻繁 你可以一個小時做一次 但是備份通常因為它是整個資料要核對過 通常會 就有點像盤點一樣 你通常會是 一個禮拜 兩三天 做一次 所以如果你今天遇到的問題 必須要透過 備份來還原的時候 你就要有新準備 你 運氣不好的話 你可能會損失兩三天到一個禮拜的資料 那備份還原的時候不像快照 備份還原的時候必須把資料倒回去 所以它可能會花比較久的時間 那這段時間之內也是可能沒有辦法去存取的 所以備份跟快照之間會有一些差別 那再來就是備份是要另外一個 是另外一份資料備份出來 所以你需要額外的機器跟額外的容量 那要怎麼選 我個人會建議我全都要 現在的機器其實如果你有做備份 其實對你來講做快照來講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 備份跟快照都要設 如果你有快照的情況下 你的備份的間隔就可以拉長一點 你可能一個禮拜做一次備份 那這個禮拜的內容 我可以用快照來做保護 所以我可以預期我最慘最慘的情況就是 我可以回到上個禮拜出問題的時候 然後 中間還有一個提到就是 你的備份 現在的備份通常都有支援多版本 就是我可以備份 可以保留很久之前 我會建議版本保留久一點 因為我們有遇過一些可能就是 我可能保留一個月的資料 的備份 結果發現我發生問題的時間點是 就是上個月的就是之前 所以備份最好是多保留一些版本 讓你可以回溯到比較久以前 最好是 因為有可能你發現發生問題的時候 已經是隔一段時間之後 像我們有遇過使用者中勒索病毒 中勒索病毒嗎 你會想說 答案被加密了應該很快就發現 沒有 他隔了一個月他才發現說 他資料被加密了 然後他的備份一直洗 就發現 他備份沒有留那麼久 就發現 我有做備份 可是我就不會 為什麼 我備份到的是已經被加密過的內容 這個 只能說你待賽 好吧 所以備份會建議說 能夠留越久是越好 當然現在有很多一些 智慧的一些排程 就是說我越久的版本 我可以拖的時間越少 就是 最近一個月的備份 我可能一個禮拜一份 總共四份 然後之後就是每個月 我留一份備份的版本 然後可能每年留一份 備份的版本就好 它會有一些間隔的差距 這個部分每一家的備份 備份軟體都有一些設定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備份跟快照可以一起做的 所以其實建議兩個都要有受設定 好 最後我們來做一個快速的介紹 就是為什麼我要提軟體更新 軟體更新不是應該的事情嗎 沒有 有些牌子的使用者 像Q牌 他們其實不太想要更新軟體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家的軟體更新的 口碑不好 每次軟體更新就會在討論區 看到有些使用者說 我更新完之後 我的硬碟不見了 我更新完之後 我的什麼什麼功能壞掉了 諸如此類 所以他們就不更新了 所以他們就會遇到所謂的Dable Dable大概是 上個月 1月的時候 一個很熱門的一個問題 1月2月 1月 1月的時候一個很熱門的問題 就是 看得懂英文的可以看一下 看不懂英文就算了 好 Dable是一個 以前的 是一個勒索病毒 勒索病毒如果有收聽我之前的影片 YouTube 我應該有聊過 就是勒索病毒其實有一些時期的變化 最早的勒索病毒是用誘騙的方式 就是它就是像傳統病毒 它是一個執行檔 它把它放在電子郵件裡面 它去騙你去點這個軟體 像是它可能給你一封信 跟你說 你中 iPhone了 所以你可以 點這個連結 去打開那個 去領這個iPhone 那你好時不時你點下去之後 你下載了一個勒索病毒 然後把它執行了 你的電腦裡面的資料就被鎖起來了 這個可以去Google一下 我記得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很久以前有一個大公司 也沒有很久了 在三五年前吧 有一個大公司的會計主管 還不是一般的會計 它是會計主管 它很勇敢的在公司的ERP系統上面 收自己的信 它把公司的ERP系統 當自己的個人電腦再用 不意外 我在前前公司有看過一樣的情況 我主管嘛 所以我要用最好的電腦 公司最好的電腦就是那台Server 所以我要用Server當我的個人電腦 好 那它就 忽然有一天它就收到一封 中假的信 說你中iPhone了 它點下去之後發現 電腦忽然就不會動 它就找了MIS來 MIS說 這不是中iPhone 你是中毒啦 結果發現 它發現它所有公司的資料 都被鎖起來 那時候的勒索病毒 好像沒有 那時候是加密病毒 那時候不是勒索 那時候都是耳作劇為主 就是硬要惡意破壞你的資料 所以它也沒辦法解開來 好 那到後面才演變說 會跟你藥俗金去解碼 好 這不提 那這個公司 聽說損失了三到四個月的 ERP的系統 所以他們的禁消存 全部資料都掛掉了 公司的倉庫全部要重新盤店 客戶的訂單全部不見 甚至國稅局報稅都出問題 禁消存系統掛掉又是這麼的慘 聽說那個會計 本來還想在公司會議上隱瞞這件事情 然後被MIS的主管挫抗 因為沒有人敢扛這個責任 所以就被file掉了 那公司聽說損失了不少錢 可能是百萬為單位 這都是鬼故事 而且這鬼故事其實 每隔一兩年就會有人在一些工程師的 MIS的一些頻道上面 或是FB上面有人拿出來講 所以有興趣可以去找看看 像之前的靠北工程師 我就看過有人貼過 好像還是去年的事情 這是最早期誘騙的方式 那那個時候還是惡作劇為主 惡意性的破壞 惡意的惡作劇 然後再過一段時間之後發現 這個東西加上了比特幣之後 變成一個可以賺錢的工具 所以就看到所謂的勒索病毒 大概是五六年前的事情 勒索病毒的做法就是 他會想辦法入侵你的電腦 一樣用右偏的方式 或是到後來他們發現說 個人電腦是一個攻擊的目標 網路上的NAS也是一個攻擊的目標 所以那時候會有很多使用者 早期他可能用耳的命帳號 用很簡單的密碼 然後又把自己的NAS 開在網絡上面 沒有設任何的防護 就被人家進去 然後把所有資料鎖起來 Synology有Synolock QNAP有QLock 基本上各家都有類似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這兩年都會要求說 不要用預設的密碼 這些安全性的設定要設 就是前車之劍 見了血 大家才知道說要做什麼事情 好 這是一個 再來之後呢 就是這一次的 今年的Dable 今年的Dable 已經出來三個受害者了 QNAP 本來以為會是 然後再來就是 QNAP 中獎之後 Synology 跟華碩 S-Stone 剉類彈 結果 他們選擇S-Stone 剩下Synology 剉類彈 沒想到 不是Synology 中 是另外一家 Telamaster 中 所以現在已經有 QNAP 一月份 二月份是 S-Stone 然後沒隔幾天 Telamaster Synology 會不會中 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Dable跟之前的做法都不一樣 之前是用騙的 之前是用拆密碼的方式 Dable變得很高科技 它是用系統的漏洞 所謂的 你會看到你電腦會 Windows會有什麼 Windows安全性更新嗎 為什麼 為什麼要一直那麼頻繁去更新呢 因為 他們一直在補那個系統的漏洞 現在NAS 可能也會要進入一樣 就是NAS 你不更新 你不把這些洞補起來 你就可能會變成下一個受害者 所以NAS的軟體更新 我覺得 以前不想跟的 現在可能也不得不去做軟體更新 那大部分的NAS 都有自動軟體更新的功能 請務必打開來 至少要勾選安全性更新這一塊 好 Fin了 Finish 今天想跟各位聊就是這一些了 那 希望對大家的 有幫助 不管是計畫買NAS 還沒買NAS 已經有NAS 或是您用很久的人 我相信這些都是老生常談 這些都不是什麼很深奧的內容 但是我覺得 資訊有一點點分散 所以我想說用一篇專門的影片來講一下說這些基本的觀念 那後面有機會我會再針對其中一些部分 單獨拿出來講 像是磁碟陣列 我們可以來聊聊什麼是磁碟陣列 像是VPN 我們可以來聊什麼是VPN 像是我個人的資料夾是怎麼做設定的 怎麼去控制權限的 好像也可以拿出來講 不過這個是比較偏個人使用習慣的東西 比較沒有那麼好的 分享起來比較沒有那麼有感覺 還有什麼東西我也不確定 那最後 還是求一下 訂閱 按讚 小鈴鐺 基本款 那 有想聽什麼的 請務必幫我在下面留言 那 是好朋友的也幫忙留言一下說 你有沒有興趣想要聽什麼內容主題 我們來研究一下說 下一個主題要再講些什麼東西 我的磚稿已經用完 所以 下一部影片可能會比較delay一點 讓我再去規劃一下說 我可以有什麼講 那如果你們有些主題的話 提供 我基本上 有主題 寫東西會比較快一點 謝謝大家收聽 那 今天就到這邊 那 有 有興趣我會再做一些開箱的影片給大家看 掰掰囉